继续创造自己的历史最高分 好 现在出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 那他们呢 在前面的比赛结束之后 排名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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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两个人合作的时间不长 从这个赛季才开始搭档 在经过了唱编舞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这对选手的能力比较有限 因为规定舞他们也是排在末位的 日本的编舞相对于他们的男女单的 国际地位来说呢相差甚远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男女单是 现在世界上的一线的位置 但是冰舞呢却远远的要落后 而且就是在亚洲日本的冰舞的能力 就水准都比较低 中国的冰舞选手是在亚洲最优秀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刚才的表演当中的姿态 这对选手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速度很慢 接触步的速度非常的慢 那么这是一个缺乏能力的一种体现 这次日本队的花样滑冰队伍呢 一共是有八位选手参加 那么男单派了三人 女单派了三人 全部是满额 但是冰舞只派出了他们这一队选手来参加 选手接续步是一个要定级的一项 如果难度编排的难度偏低 那么它的这个等级不会太高 如果再加上它的完成质量 比如说总体的滑行质量不好 用刃还有它这个流畅性 还有速度和利路都欠的话 那么它在这个滑行技术的节目内容分这一项中 还要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好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 70分13.20 节目内容分13.29 得到了26.49分 选手现在的排名